日本90后AV女星龙泽罗拉因在YouTube上传各种卖萌敦兹自拍照而走红 2012年,龙泽罗拉推出首部AV作品,在圈内迅速走红 近年来,龙泽罗拉正式进军华人演艺界,因两人外形积累不少人气 日前,龙泽罗拉现身北京出席公开活动 身边出现一位神秘的头戴白豹面具的男士,两人举止亲密,引人注目 究竟这位神秘的男子是何须人也 随后便有知情人士透露称,该男子豪之半逸,已买断龙泽罗拉15年的演艺合约 据悉,该男子化名认真哥,是娱乐圈内的隐形富豪,拥有一万身家 平时出手相当阔绰 此番,认真哥豪之半逸,买断龙泽罗拉15年 在此期间,龙泽罗拉需担任认真哥的贴身助理 而认真哥也将帮助其在中国展开演艺事业 夜市人新闻中心,上海报道 夜市新闻中心 走老洋